好 再来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的水到底还能用多久呢 会不会五月份要开始限水令 很担心 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 几年前吧 比较严重的时候 真的限水令真的是会让大家很崩溃 家里又要开始存水了 尤其是很多人家现在没有浴缸水 还真不知道存在哪里呢 水清 持续 再吃紧 告诉大家这是真的 因为呢 雨没有下在水库里 全台各地的水库水位是再创新低 来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数据 我们直接给大家看 现在拉警报 我们的水库好可怕哦 全台湾水库来曝光了 德基水库根本不到10% 还有呢 我们的物设水库10.3% 增稳水库15.2% 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有增稳水库的旅游 对不对 我记得好像会去那个增稳水库 好像是那个什么一丁带我们去的 还有呢 宝山第二水库11.6% 明德水库10.6% 越念越少 每天越来越少 根据经济部水历署啊 今天呢 及时统计 全台水库 包括了刚念到的新竹宝山第二水库 永河山水库 李渔潭 德基赞文水库 目前的蓄水率都已经低于两成了 台湾的水未来呢 恐怕除了前瞻计划挖井之外呢 应该要更加努力的是 如果说水下的这么少 我们要如何把水留住 昨天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也谈到了 我们要看看人家以色列怎么做 我们要看看人家新加坡怎么做 好 接下来这则新闻呢 就是有关于现在水这么少 附近的居民啊 住在这些水库附近的居民说 以前呢 他们住山上 都去饮山泉水啦 可以来种菜啦 山泉水 洗车啦 现在找不到山泉水了 因为呢 根本没下雨 没有水了 好 就有人说活了80年 没看过这么低的水位 我们带您来直集水库的状况 水坝底部大小石头裸露 沙底干枯 沙石车静静出出宛如平地 积水区内好一点有水 但水位极低 杂草重生 这里是台中的石岗大坝 没水的情况相当严重 要不要看得到啦 不要看得到啦 对啊 都今年啦 今年少少的 中南部水清持续低迷 中部五座水库 有三座的蓄水量 已经亮起红灯 台中的石岗霸最惨 至剩下百分之九点四 德济物社水库 也在百分之十以下 蓄水率跌破一成 五十六年来最惨 就是自己的家里水龙头 那些多注意而已啊 这费水可以再利用啊 像自瓶机的那个水流出来 我会把它拿来拖地啊 浇花啊 民众想办法解水 对比中部水库的枯竭 北部的肥萃水库 依旧水位满满 红外镜头俯看 飞翠水库蓄水量 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七点八 汽探原因 除了降雨优势 飞翠水库是全国唯一的 水源特定区 周围禁止开发跟参观 加上积极清育 让水量长保在百分之八十 中南部水清吃井 北部却毫不受影响 南北水库两样勤 接下来中部综合报导